哈喽大家好,麦天来了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薰衣草的勾制方法 这两只薰衣草起针数是相同的 就只是我们组装的时候用到的这个松紧度不一样 所以说它组装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同 大家根据自己想要的效果来组装 然后我们用到的线的话是四股线 花杆我这里用到的是40厘米长的花杆 下面我们来开始编织吧 首先起针我这里用到的是四股线2.5的勾针 小拇指绕线挂到食指上 大拇指和中指捏住这根线 我们勾针放在线的上方 勾针绕线 好,再绕线勾出来 这里的话不算做是一针 我们起针起65个辫子针 勾针绕线勾出来 好,这里一个V字形就是第一针 再绕线勾出来 两针一共勾出来65个辫子针 绕线,好,勾出来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来起针 一共起65针 我这里65个辫子针已经完成 我们倒回到第三个针目里面 第一个针目不勾,第二个针目不勾 倒回到第三个辫子针里面 勾针绕线 好,挑起来左半边的这根线 然后我们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退两个线圈 这个叫做长针 我们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去勾一个长针 也就叫做长针的夹针 好,完成以后 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就开始勾第一种花形 第一种花形 我们勾针绕线 好,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挑起来一根线 然后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呢 我们绕线,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退两个线圈 一个长针完成 接着我们的三个辫子针 勾针绕线,勾出来 一,二,三 三个辫子针完成以后 我们倒回到 刚才长针这个针目里面 挑起来一根线 再挑起来它旁边的一根线 好,然后我们把线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 左线圈从右线圈拉出来 这个叫做三个辫子针的狗牙拉针 好,我们完成以后 在同一个针目 再去勾一个长针 勾针绕线 同一个针目穿进去 勾出来 绕线,退两个线圈 绕线,退两个线圈 好,这样子 一个针目里面 一个长针 三个辫子针的狗牙拉针 一个长针 为一组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一共重复20组 在第一针位置 去做一下标记 接着我们再来演示一遍 勾针方法 勾针绕线 穿进去 勾出来 好,绕线,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退两个线圈 一个长针 然后三个辫子针 好,再长针针目 穿进去 再挑起来旁边的这根线 我们勾出来 三个辫子针的狗牙针完成 接着在同一个针目 再去勾一个长针 好,第二组花形完成 我们一共重复勾字20组 我这里已经完成了20组 我们勾完以后可以数一下 一共有多少个这个狗牙针 数一下看是不是有20个 然后我们开始勾 下一组的花形 下一组的话呢 我们是勾针 先勾一个长针,绕线 好,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穿进去 勾出来 然后绕线 退两个线圈 绕线,退两个线圈 一个长针 接着我们勾四个辫子针的狗牙针 和三个辫子针的方法是相同的 一 二 三 四 好,在这个长针位置去做引拔 就只是勾了四个辫子针 然后接着我们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去勾一个长针 这个是第二种画形的勾字方法 我们在第一个狗牙针上 还去给它做记号 方便我们数的时候容易数一些 按照这个方法再去勾20组 我这里四个狗牙针的花样 20组也已经勾完了 我们再勾下一组的画样 下一组我们依旧还是先勾出来一个长针 然后我们勾五个辫子针的狗牙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好,倒回来 接着我们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去勾一个长针 把这个花形再去重复二十组 最后二十组花样勾完了以后 我们最后剩余两个针目 我们先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就是在这下一个针目里面勾出来两个长针 好,完成以后我们立两个辫子针 完成以后我们立一个辫子针 好,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去做引拔连接 然后断线 这样子这个主体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学习叶子的勾置方法 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叶子的勾置方法 小拇指绕线挂到食指上 叶子一共分为四种花样 我们先学习第一种 起针的话呢 我们第一种是起五个辫子针 好,开始起针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辫子针完成 倒回到第三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三个短针 一二三 第三个针目 挑起来一根线 勾出来 绕线 推两个线圈 一个短针完成 接着下一个针目 好,两个短针 三个短针 这就是第一种花样 第一种花样 我们重复六组 再来演示一遍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辫子针倒回到第二 五个辫子针 倒回到第三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三个短针 这样两个小叶子就完成了 这个花样一共重复六次 我这里第一组花样的六个花瓣已经勾完了 我们现在开始勾第二组花样 第二组花样呢 我们立六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倒回到第三个针目里面 我们勾出来四个短针 我们勾出来四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完成以后继续立六个辫子针 重复这个花样编织也是重复六次 后面大家自行完成 第二个花样六组完成以后 我们开始第三个花样 第三个花样是立七个辫子针 然后倒回到第三个针目里面 我们勾出来五个短针 还是和第一个花样第二个花样一样 我们重复六次 后面大家自行去完成 接着我们这一组 我们第三种花样完成了以后 我们现在勾第四种花样 第四种花样是立八个辫子针 八个辫子针完成 这一组和前面三组有点不一样 我们就是倒回到第三个针目里面 先勾出来一个短针 接着我们勾四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 好 在下一个针目穿进去勾出来 绕线 退三个线圈 一个中长针 好 继续重复 两个 三个 四个 然后下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然后四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 穿进去勾出来 绕线 绕线 退三个线圈 一个 两个 三 四 好 下一个针目一个短针 按照这个方法重复六次 我们最后一组完成以后 这个叶子一共是有24个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头留长一些 一定要留长一些 留的是你花杆的三倍长 方便我们后面去绕花杆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组装方法 我们组装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勾好的 它是分为正反面的 大家组装的时候要把正面朝里 反面朝外 拿出来花杆 先在花杆的顶部打一些胶 不要打的特别多 然后我们把这个 勾好的花瓣这样放上去 这样就固定住了 我们稍微捏一下 等它 干了以后再继续往下绕 咱们想要更结实一点的话呢 可以一边去打胶 一边去缠绕 打胶的时候注意 打的少一点 不要打太多 这样子更加牢固一些 也可以 也可以像我这样子 顶部打完胶以后 直接去 缠绕也可以 缠绕完以后 到底部的时候 我们在底部 去打一些胶 好 固定一下这样子 固定完成以后 我们拿出来 和叶子同颜色的线 在这个上面去缠绕 缠绕出来一截儿 就是这个位置 注意缠绕的紧实一些 缠绕到合适的位置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 这样子去打结 往这个上面去缠绕固定一下 注意啊 注意要让它不要线 不要绕到一起了 好 然后我们断线 断线在这个地方 也去打一些胶 这样它就不容易散开 打完胶以后 我们拿出来 勾好的叶子 放到上面 这个勾好的叶子呢 我们放的时候 也是把里面 给它 就是正面朝里 反面朝外 好 这样子去放上去 刚好 我们可以把它粘上去 因为这个热绕胶是干的比较快的 我们弄的时候要迅速一些 要不然它就干了 和叶子和花瓣一样的方法去缠绕 缠绕完了以后 我们接着把这个线 刚开始留的线头长嘛 继续给它把这个花杆去缠绕完 缠绕到底部以后 同样的方法 打胶 把这个线头去粘一下 线在这个胶上去缠绕一些 这些鸭子会更加紧实 这样子 它就不容易散开了 好 断线 然后用胶 去给它烫一下 这样子我们一只薰衣草就完成了 开始编织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